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李敖 宋楚瑜两位老朋友起聚吹蜡烛 李敖八十大寿庆生 两老聚在一块 当然免不了被问到 心中最终意的总统人选 科 匹 加上宋楚瑜是最好产生 如果这个团队不成立 我讲过 如果蔡英文想通了 我争取宋楚瑜 蔡宋北家事长的 跟你很冒犯啊 真是好那条旗啊 李大师推柯文哲跟宋楚瑜的科宋配 不然蔡英文搭宋楚瑜也可以 怎样都只能当副手的宋楚瑜 在旁边默默点头不欲 对于国民党推不出冷选 却天天喊团结 宋楚瑜也忍不住 揭语一下 我们要团结 我的说文解词是什么 团结就是一团心结 是不是 因为有一团心结 他才要你 要你给你团结 他什么平常都不给我团结 批国民党宋楚瑜不土不快 却也认为民进党的蔡英文 两岸政策不够让人民信任 有没有可能自己跳下来 干脆再战一场 实际成熟自然会揭竿而起 现在实际尚未成熟 同志仍需努力 他的实际点是什么时候 我讲七八月份以后 比较免朗了以后 再跟诸位再报告 不把话说死 等到蓝绿两党人选定案 观察一阵才会出手 李姚口中的柯颂配 能不能成 同样留下伏笔 欢迎讯阳文尚文威 台北采访报导